第十场就是这个二班的泥底千二米 这一组最热的就是这个精灵勇士 2.8倍开飞 过完冠军已经很分座了 上到3.7倍 最后再回 这只没下飞 回到上了4.1倍 那些红运大师 超能力 南驱宝都有一些过关飞 但去到开跑的时候 超能力再下多一阵 由最初的15倍下飞 变了8.9倍 红运大师是11倍 南驱宝的回飞 回到上了14倍 第十场二班千二米的泥地赛 再高这班的 起步的时候出得都算挺齐 快点点 我当那边南驱宝和气生财 刚刚跑马都见过他们 出集都是最快 然后就好好学习 精灵勇士 外当还有红运大师 和近志腾韵 内当那边有新力宝 然后加州德顺大金库 胜利风范尾三 尾以醒神 暂时电脑的消耗能力 未跟到大队 远远脱节 开始入归的时候 前面那队真的很快 和气生财走二叠 带出多少 大南驱宝 今次起步省 就不放他 在外叠走上来 近志腾韵 红运大师 中间搞到精灵勇士 起势骑 内当很好学习 亦都是 然后还有加州德顺 走出外当大金库 接着还有醒神 新力宝 最后是胜利风范 留意这些超能力 今次几大都不跟马 有那么出就走那么出 跟回大队 进来之后直路的时候 前面红运大师外当 已经上到来 拍着内当很好学习 就逗紧的 这对马上轨 这个时候穿过Q 中间上来就近志腾云 然后我当大金库 外面上来 超能力很厉害 就百多米的时候 前面好学习 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超能力 从尾上到来 很厉害 接着上来就胜利风范 带我当个醒神 黎鸭 最后第一名 结果就超能力 没有吃过来 衣服多干净 第二名那只吃得厉害 这只就是醒神 第三名胜利风范 第四名就是加州德顺 今天这条跑道 就夸张了马赢的姿态 我想主要都是跑线 人家在湿沙跑 人家在干沙跑 你用的力量就多人一倍 这一场还有一件事 夸张了的 就是这个快马的效果 那队南区保 还有和气生财 你知道他们几天前跑完 当然可能南区保 用力不多 上次就慢了 但今天10万泥地 头断做22秒92 真是吓人 真是以为在斗拉斯 这一步 所以组断跟不到的超能力 就变成得益者 幸好没有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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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极快的捕捉 还有走外劫 我想地真的好多 他特别再出一些 你看 他真的宁愿不吃泥 刚才协进神区 他没有出去 吃过泥真的不跑 还有那里的泥都没什么码踩过 是的 那些地 十碟就十碟 今天就拼一拼 原来那条路很棒的 你看里面那些 全部都一早收工了 没有了 其实很好学习算是这样的 除了那里已经 所以我就说 其实很好学习这一场 是可以记下的 不太差的 因为他已经是跟快了 又在内南最不好的场地 他是最迟断的那种 星期三跑完那一队 一桥回来的 在后边 那当然是一桥回来的 这样的地 你前面这样抢化 就是拿来搞 现在这样报两天 那卫生才是赢了 赢了再是明笑罚了 今次还不是他跑 看第二名张照片了 就是这个醒神 很明显他吃泥多些 分段时间头段22秒92 第段都去到22秒56 没段慢点24秒03 总时间1分09秒51 超能力的 十二档兼起步慢 天然要走外跌 不过就其他两个都醒的 就是胜利风范 一档醒神三档 但是这些骑士都知道的 又飽到这样 所以闪闪身就走出去追的了 如果你找了在里面 在里面追 我想一定被都没有的 没有运行的 那相对就是 见到在内南 刚才说了 很好学习 我觉得真的值得记下 他这一场 他现在的场是85分 我当他就算不减分也好 去到七月第二个礼拜 那场的三班泥地千二 就85分顶分 是呀 怎么减分呢 平榜员这么爽手的 怎么会不减分呢 如果减分就更加可以跑那一场 又不用什么那么重磅 你可以抹放低他 我觉得其实这一场 他现在这样的落地表现 其实是跑得好的 另外就回来有问到那只精灵勇士 好像是沿途 不要割他 莫雷拉就说 这马起初走势都畅顺 之后七百米柱就在和气身材之后竞跑 坐骑才脱口 脱口应该对 因为前面太快了 他也是说坐骑就抗拒前面踢起的泥头 回来验 这只马就没有明显异常之处 其中一点 但我觉得他没什么机会回气才是主要原因 结货 四月底没错就结货 前面快就这样骑是这样 顶着回都回不了气 但都有些超能力好像都缺过货 不过 也有 不过他完全跟不到步速 结果就成为一个超快步速之下的得益者 有时都要自己提醒自己 如果有那些一千速度的马 有超过一只一齐就要小心一点 真的分分钟是这样放到傻了 好了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再看美场的草地赛事